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卡洛斯 在幾個星期前,我講了要用墨聯網去收集 由 Note 10 MCU 送來的資料 我通常會用三個方法 第一、第二個方法,我之前兩集已經講了 剩下這個利用雲端平台的方法 我留下今堂來和大家分享 非常容易做的,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講到如何利用 Note 10 MCU 配合 DHT11 來收集資料,我們先來溫習一下 之前我介紹過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我收錄在三個星期前 我發佈的 Note 10 MCU 加 Blink 家居溫濕度檢測 這個方法要用到手機上的 Blink APP 和 Note 10 MCU 配合 兩者都要做一些編程的工作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利用手機 來收集由 Note 10 MCU 傳過來的資料 第二個方法,就要用 Note 10 MCU 來建構一個 IoT 伺服器 這一集的內容同時是香港大學 正式實驗室的 STEM 教學內容 使用 Note 10 MCU 架構了這個伺服器之後 無論你使用網頁或者手機 都可以收到 Note 10 MCU 的資料 好,說回兩個方法 哪個好些呢? 如果想用 Blink 的方法 手機又要編程 Note 10 MCU 又要編程 步驟就多些 網頁的方法當然好 只需要改用 Note 10 MCU 的鍵就行了 但是我簡單的網頁編寫 只能收到數值 你想像 Blink 一樣有兩個 gauge 又畫了 graph 我不敢說做不到 但是就麻煩很多了 而今天我介紹的第三個方法 簡單易做 同樣只需要放一段鍵入去 Note 10 MCU 接著在一個雲端平台 開個 account 所有資料收回來 雲端平台幫你處理完 而今天我用的雲端平台 就是兩年前我教 怎樣用 M5 Stack 的時候 曾經介紹過的 Think Speak 未有 account 的朋友 可以上 ThinkSpeak.com 開個新的 account 有 account 的朋友 就直接按 New Channel 先是為 Channel 明明 例如好像我這樣改名為 Carlos House 由於 DHT 11 我們只測到溫度和濕度 所以只需要開兩個 Field 就夠了 將 Field 1 和 Field 2 相應改名為 Temperature 和 Humidity 之後在觀察圖表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標題了 完成了幾個設定之後 就錄到下面 按 Save Channel 在 Private View 那個版 就會見到有兩個圖表 不過現在 暫時未有資料進入 而在 API Keys 那個版 你就會看到有一條很長的 Key 那現在呢 你就可以把這條 Key Copy 了下來 一會兒寫 Code 的時候 就會用得著了 在 Think Speak 裡面 設定好兩個 Field 之後 你知道在影片下面 下載 Carlos House 的 Code 作少少修改 上載去 Note 2MCO 彈指之間就可以搞定了 我們先來看一段 Code 和以往都差不多 有 Include 8266 開了兩個浮點 處於溫度和濕度 特別要注意這一句 就是把剛才 我們得到的 API Key 放在這個引號裡面 至於下面 都是和以往一樣 我這個房間裡面的 SSID 和 Password 這一句 就要開了 API Think Speed 的 Server 下面都是 DHT 11 Sensor 設定 好了 設定這大段 就是把 Note 2MCO 連結上去 Think Speak 的 Server 那我就不詳細去解釋了 之後那段設定 就是把 Note 2MCO 連結上去 Think Speak 的 Server 我這裡就設定了 在 Serial Monitor 看到Wi-Fi 是 Connected 當然你可以參考以前的編程 把Wi-Fi Connected 在 OLED 都顯示出來 好了 Loop 裡面 就是讀兩個浮點的數值 查看是讀不讀到 如果讀到的話 就根據剛才的 API Key 把讀到的資料 放到Field 1 即是温度 Field 2 即是 Humidity 那 主要一點 就是 Think Speed 自己設定了 每15秒 就做一次更新的 之後大家都應該 加輕就熟了 就是 Compile 和把 Code 放上去 Note 2MCO 好 已經弄完了 大家可以回到 Think Speak 看看 只需要按在 Private View 上 剛才也說了 Think Speak 是會每15秒鐘 更新資料一次的 所以我就觀察了大約半個小時 先是開了冷氣 接著又關掉冷氣 就得到這兩個圖表 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之前用 Brink 的方法 除了圖表之外 我們才加了兩個Gauge 自然在 Think Speak 裡面 都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按 Add Widgets 接著加 Gauge 選擇相同的Field 接著給它名字 就是這麼簡單 加了兩個Gauge 之後 我又再觀察多15分鐘 大家可以給點意見 三個方法之中 這是不是最簡單 最實際 其實 Think Speak 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我們探索一下 除了 Write API Key 還有 Read API Key 即是說 我亦都可以把 Think Speak 的資料 讀出來 作其他用途 在 Widgets 方面 除了有 Gauge 之外 還有 Numeric Display Laminicator 等等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自己探索一下 好 來到 Evo 卡老師已經把自己 常用在密聯網的三道版斧 都介紹給大家 分別就是用 Blink 將 Note MCU 設定到 Web Server 還有利用 Think Speak 我的影片只要是孝轉引玉 希望各位同工 可以更加基於這三個方法 發展更多的用途出來 再分享給大家 等大家都得益 今天我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我是卡老師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一讚 還有分享出去 再見 再見 再見